全球的喉豆疫情也是持續的蔓延 WHO在昨天公布 全球已經有五十八個國家 通報喉豆的病例 總數超過六千例 新加坡昨天也出現首例確診 喉豆的本土病例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還沒有看到據點 喉豆疫情也在各地逐漸蔓延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日內瓦的一場線上 記者會指出 目前已經接獲來自五十八個國家 總計超過六千個的喉豆病例報告 而且還有許多病例可能還沒有被通報 各國確診病例陸續限中 新加坡衛生部六號通報首例本土喉豆病例 是一名四十五歲住在新加坡的馬來西亞籍男子 研判和之前的境外移入案例沒有關聯 隨著喉豆病例數增加 WHO也考慮再度召開專家委員緊急會議 就算已經經歷過新冠疫情的重創 世衛組織認為人們仍然不會記取教訓 提醒各國提前投資公共衛生 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準備 這一波喉豆疫情五月中在英國爆發 不過傳播對象有局限性 多是和陽性個案親密接觸或者不安全性行為 或是照顧確診者的醫護 歐洲地區目前佔了全球百分之八十的病例 記者 朱峰之中健剛 綜合報導 延期 朱峰之中 第三波喉豆疫情來 ряд 後ほど